在2023巅峰使命珠峰科考中 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大气物理研究所组成的 温室气体浓度观测与碳汇繁衍小组 首次在珠峰站利用无人机进行实验 收集不同高度的大气样本 以验证使用无人机进行青藏高原大气观测的可行性 为准确估算青藏高原陆地碳汇提供帮助 5月8号至10号在海拔4276米的珠峰站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员汪一龙带领团队 连续三天利用无人机携带大气采集装置 收集不同高度的大气样本 在三天的实验中团队共完成飞行13次 收集了60个样本最高升空高度为820米 目前 气体样本已被送回青藏高原研究所 位于北京的实验室 进行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亚氮 六孵化硫等 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分析 本次实验室珠峰科考首次利用无人机采集大气样本 无人机简易便携便与科考团队在青藏高原 更多站点进行大气观测 团队目前已完成观测站点的前期考察 计划从今年开始启动观测网络的建设 预期在未来几年逐步完成青藏高原站点布局 开展多种手段的大气连续观测